老師請問一下您剛剛提到的 你本來評估覺得2023 就2024選舉以前 反而是比較OK 可是有中間您剛剛說的兩個變數 OK 那2024選完以後到2027之間 因為2027包括建軍買年 所有這些時間 對 老師這一段期間 您剛剛也提到 因為習近平一定要拿出一些成績 要不然他憑什麼去講第四任 所有這些 還有哪一些其他危機嗎 因為20 老師很快 很快很快 2024 轉眼明年 你說選舉2023年一個選舉 2024到2027 也不過才四五年的時間 那我現在 我簡單的預測一下 你到比如2024年 總統選完 那我們現在不曉得 美國不曉得誰當總統 我覺得這個 美國誰當總統也很重要 但是美國不管誰當總統 跟中國之間的矛盾 它是結構性的矛盾 你誰當總統都是一樣 那麼反中現在在美國 已經變成一個主流 所以誰當總統 對美跟大陸的關係 一定是鬥而不破 我剛才特別講 兩個強權之間 它不可能發生戰爭 核子大戰 一定鬥而不破 但是很大的變化是臺灣 臺灣 那臺灣如果現在 目前看出來 民進黨是賴清德 將來國民黨不管是誰當選 那民進黨如果賴清德當選 他要第一個處理的問題 就是他的務實台獨工作者 他對台獨這個問題 他必須要做一些表態 或者做一些說明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我可以預期 那麼賴清德上來以後 未來這幾年 那麼中美 就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他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不可能有溝通 不可能有溝通 所以他這個 對賴清德的壓力 就是台獨這個標籤 你怎麼樣來處理 他目前的說法 您覺得還沒有辦法 能夠解除這些意義嗎 他目前 他就照著蔡英文的路子走 蔡英文路子是什麼路子 蔡英文路子是過去 這任內 他是維持兩岸 看起來是維持這個現狀 可是因為 就台獨這個問題來講 蔡英文從來沒有講他台獨 他就是兩國路 是不是 他沒有講台獨 可是賴清德 他講這個務實台獨工作 是不一樣 你要照著蔡英文這個路子 好 就算你照蔡英文的路子走 那麼未來這幾年 也是維持有讀不回的狀況 你說對岸還是一樣這樣 還是一樣維持不回 那如果是國民黨的話 有一個大的不同 那國民黨的話 因為他承認有九二共識 所以他們立刻可以恢復 立刻可以恢復 可是習近平不是也把九二共識 他已經講說 那就是一個一個中國 什麼什麼類似這些 九二共識還可以用嗎 他至少這個九二共識 各說各話 九二共識當然可以用啊 因為你如果講 光講九二共識就可以坐在台面上 就可以坐在台面上 可是當那個時候 國民黨面臨一個新的壓力來了 如果是2020國民黨上任的話 馬上面臨了觸統 面臨了觸統 就算賴欣得他把台獨這個問題解決了 假定了 也一樣面臨了觸統 因為從2024年以後 當美國新的總統出來 臺灣新的總統出來以後 這個時候 大陸對臺灣的這個政策 已經慢慢會從 反台獨 到了什麼 到了反台獨 反獨跟觸統 齊頭並進 不會放掉觸統這一塊 你懂我意思嗎 不會放掉觸統 他一定用各種方式來觸統 譬如說 他已經提出兩次臺灣方案 你到臺灣你要不要提方案 你不提方案 我就照我的來 他現在已經在安排了 他們已經在研究了 研究後統一時期的安排 他自己研究 有有有 現在大陸的學者 都已經開始在處理說 哎呀 統一以後 你臺灣軍隊要如何 過去說維持軍隊 現在是不行 你的外交要如何如何 他們現在已經做各種的 就是一旦 你不提出你的方案 好 那我就照我的來嘛 OK 你一張經驗想 照我的來 好 那如果你提出你的方案 好 那我們就開始談判 那就進入談判 談判 所以如果國民黨的話 他這個步調可能是 台獨這個 國民黨國共之間 這方面他是有互信的 因為國民黨你講他不搞台獨 不搞台獨 但是你國民黨你要對統一 要表態 你不能光停留 我跟你講你不能光停留在這個地方 可是他怎麼表態呢 因為你看現在很多的民調主張統一的 那個比例 就是很少嘛 是很少啊 對 國民黨而且他選戰的時候 他如果表那個態 他也很難當選 他如果要是選戰沒表態 選後因為老共促總他表態 那他怎麼辦 對 所以我才說2024到2027 是會非常危險的 是到底在哪裡 就是你台灣老百姓 基本上你不會贊成 說這個時候接受一國兩制 沒有人贊成這個 可是對方又要出統 是 又要出統 那你如何來 好 你完全不理不睬 那他就按照他的方式來 他的方式來 對不對 按照他的方式來 他會給你壓力 老師 可是這時候美國的角色就該出來 對 您剛剛已經講說美國不會 任他這個樣 那這個時候 美國的角色就要出來 你講得非常好 我跟你講 我美方的客人到這邊來 是 包括在台協會的朋友 還有美國一些智庫也好 我都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對大陸 他要用 中共如果用台灣老百姓 不願接受的統一方式 來統一台灣的時候 你 你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怎麼會 沒有 沒有 我沒有聽到他們有具體 美國的包括領導人 沒有提到 就是 統一的問題 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美國他不能夠講 我反對統一 因為中共講 這是他內政問題 他不能講反對 可是他又不希望你統一 當然 你懂嗎 他不希望你統一 但是又不能講反統一 所以當你美國這個問題 還是保持戰略模糊的時候 那麼大陸就按照他自己的步調來 因為他步調目標 目標是我們 不是美國 他就跟我們 他的壓力是給我們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民進黨 也好 甚至國民黨也好 在二零二四年 一個新的總統出來以後 他面對的問題 我認為已經不是獨的問題 是統的問題 那老師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該怎麼面對 因為二零二四年很快就要到 勢必 不是國民黨 我們都看得到 對啊對啊 那怎麼辦呢 就是一定要去面對啊 對 所以你現在 因為很多事情 我們要預測十年二十年的事情 我本來不太喜歡 預測這個明年後年 對不對 我喜歡預測二十年 我已經不在 我錯了你沒關係 沒有沒有 可是我現在 我就大膽的預測 二零二四年 我們馬上面臨觸統的壓力 好 你臺灣你現在完全不談統 OK 我們臺灣老百姓 也不戴人統 OK 都一樣 可是你必須要面臨這個壓力 如果我們就是不理他呢 你不理他 他就照他自己的步驟 那叫他自己去搞什麼什麼 他們統一方案 可是我們就讓他們不理 那只有一個嘛 就除非他要用武力直接印來 那武力印來 這個時候美國勢必要表態 大家是不是 是不是就要直接兵容這樣 所以現在問題在這裡嘛 就是說他如果應用武力 美國是反對 反對片面改變形狀 是 對 那就涉及到這個現狀是怎麼定義 是吧 美國跟大陸跟我們對現狀的定義 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那個問題會出現的 就是你剛剛講的 你和平統一不成 大陸認為你和平統一不成 我就被迫 如果採取非和平手段 他並沒有說完全就要用武 他那個非和平手段裡面 除了用武之外 他還有經濟啊 比如經濟封鎖 那也是非和平手段 是不是 他一定一步一步來 我個人是認為非和平手段 先下手就是經濟嘛 而且他這次的二十大報告裡面 他還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 他要 目標結合台灣的愛國人士 是不是 那就是我們內部 你台灣內部嘛 你台灣內部有很多人 你是贊成的 是不是 你大陸很多人 台灣內部很多人 他是主張大陸 贊成大陸是趕快來統一的 這種人是有啊 有沒有那麼多啦 應該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可是他現在 他是有一些聲音 我可以告訴你啊 這個就會造成你台灣內部的混亂 所以他們內部不會有這種問題 他不會 他百分之一百佔統一嘛 那我們這邊會有不同的意見 政黨又有什麼藍綠嘛 所以你這個內部的 所以他用非和平手段 這方式是非常多的 第一個 他是譬如認知戰也好 心理戰也好 造成你台灣內部的這個 這個混亂也好 他用經濟也好 他手上的工具是很多的 非和平手段 實在通通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動手嘛 老師如果照您剛那樣 我們內部不管是 我們自己的國安單位 或是美國那個地方 針對您剛講的這些 好我們講 光譜上來講 最嚴重的就是武力 武力犯罪 然後中間非和平手段裡面 包括有經濟的 包括封鎖 包括認知戰 然後這邊好 那我們 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安單位 或美國那邊 應該也評估過 如果老共真的用 譬如經濟封鎖 那大家該用什麼樣的方式解這些 應該都有評估過吧 我希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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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國安單位 其實要做的就是這些事情 是不是 我們國安單位做的事情 不是光是兵役要幾年幾年的事情 我們國安單位要 像我們剛才談這個東西 如果明年 譬如說 他要評估這個東西 譬如說 那台灣以目前的狀況 以民進黨這種狀況 他不可能說no 他不會說no的 國民黨也不見得會說no 那你要說什麼 你要說什麼 是不是 那好 大陸如果他有任何反制的行動 你要怎麼解釋 我們要怎麼安定民心 然後我們會有什麼樣的這個 來舉動 來反反制 這個你都要評估 因為他很快就來了 當然 明年2023嘛 是 所以你我們政府的國安單位 其實啊 你要做這方的評估 這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事情 我一直強調 這整個台灣全體的事情 是 所以你這個朝野政黨 你是不是能夠擺下 你不要光是利用什麼 抗中保台 想要奪得政權啊 利用這個 認為你是親共啊 你是反共啊 不要搞這個東西 你要搞就是 我剛剛談的這個 整個沙盤推演的時候 我們整體應該如何來應付這個問題 但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你想你這個節目 你也反問過很多人 我們內部會有這麼方的共識嗎 有啊 有這種共識嗎 我們會不會看這個問題 在台灣整體利益來看嗎 你都從政黨個人利益來看嘛 從政黨利益 一黨一體之師啊 來看這個問題 那就完蛋了 那這個東西啊 也是大陸很有力的工具 是 因為他沒有這個問題 大陸對很多問題都有意見 內部啊 也許你這個 習近平個人獨裁 他們很多敢怒不敢言 可是對於統一台灣這個問題 他不會有不同的意見 對不對 一定都贊成了 只是合同或者武統的不同而已 現在大陸上大部分人呢 都組裝 不管怎麼樣方式就統一 只是他那個當權的人呢 他腦筋是很清楚 他就曉得如果用武統 我要付出什麼代價 但對於一般網民 一般老百姓 拿下嘛 越早拿越好啊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台灣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老實講 是我們內部的問題 我們內部的問題 你像我們沒有 沒有像烏克蘭這個樣子 很多人講台灣就是烏克蘭 我們跟烏克蘭能比嗎 烏克蘭他到時候 他全民皆兵 我就跟你拚啊 台灣會這樣 你覺得台灣不會出現這種 我是懷疑 我是懷疑 因為台灣到現在為止 你兵役這個制度 我們講的兵役 延長比如說一年 其實最大的問題 這就我個人的看法 就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跟年輕人解釋 我為什麼要打這個戰爭 我為什麼四個月 我為什麼要延長你一年 你完全都不講 是不是 你都不講 政治人物他們很多 他會講 他會講 對對對 他會講 讓年輕人搞得迷路虎虎 你不知為何而戰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你有沒有做好 準備動作 你說延長一年就一年 你營防呢 你的軍官跟士兵的這個比例 比例呢 是不是 這很多的follow up 有很多事情 你要配套 你臨時就決定了 如果明年是很危險 我不要跟你講明年很危險 你現在決定了 我們從明年開始實施 你馬上就實施 如果明年危險就來的話 你如果來處理 我剛剛跟你講 譬如說 講那個對方的這個軍演啊 什麼飛彈啊 在研究中 你對明年我們剛入伍 譬如說我們剛入伍 如果明年實施 對我們這次 2024年開始實施 2024年 對 那如果2023年呢 發生這個事情呢 那你怎麼辦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說老實話 我們對這個問題 都是常常從選舉考量 以兩岸目前的情勢的緊張 四個月確實不夠了 真的是不夠了 這個沒什麼好吵的 我們都當過兵嘛 是 對不對 一年都明明糊糊了 你四個月 對不對 現在的武器 跟我們要說 用了三零步槍 什麼M1半自動 那麼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政府做好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有很多那個後續啊 要那個 而且要告訴老百姓 我們為什麼要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美國人呢 他為什麼要逼著我們 我想這很大部分 是因為美國 他看到烏克蘭這個情況 看你台灣目前的狀況 他覺得你這樣 如果一旦發生戰勝 你這個 對不對 有兩個東西 他非常care 美國人 第一個 就是你的作戰意志 第二 就是你的作戰能力 作戰能力 美國人說我可以幫你忙 好 可是作戰意志 他怎麼能幫你忙 嗯 作戰意志 你要自己覺得 對不對 他沒辦法 沒辦法 好我們今天光是 延長一年 多了兩萬多塊錢 你是在 你只是在能力這方面 嗯 你要前面那個作戰意志呢 嗯 你有沒有處理這個問題 嗯 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 嗯 那個克勞塞維茲講一話 嗯 他說戰爭呢 就是政治的延伸 對不對 war 嗯 is a continuation politics 他戰 戰政治的延伸 嗯 是不是 那是個政治的問題啊 你光處理戰爭的一個軍事的問題 你忽略了這個 政治這方面的這個問題 那是不平衡的嘛 嗯 是不是這個樣子 要不然我小孩去當兵 我要跟他講 你現在要要要 你開始扶我扶你 小孩第一句話 為什麼 嗯 你要告訴他為什麼 你是不是要告訴他為什麼 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沒有沒有充分的 我覺得沒有 因為現在年輕人看到的社會 是一個 是一個我們坦白講 因為選舉的關係啊 因為你看到這個 divided society 你看到這個分裂的社會 分裂的社會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得到的資訊呢 讓他們沒有辦法 確定了 他為什麼要打這個戰爭 嗯 他為什麼要打這個戰爭 啊 那麼所以這個問題就 就我覺得是比較 比較複雜啊 也比較 也比較嚴重了 是要解決 老師其實 這樣講 因為您從包括 李前總統 阿扁 然後到馬英九總統 包括到小英總統 其實您在這世界總統的過程當中 您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 對兩岸對國際之間 非常重要的幕僚的一個角色 您提供了非常多一些的意見 那我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在2015年是馬熙會嘛 嗯 但是到了今年 然後包括我們延長兵役的疫情 雖然說這個不直接代表說 我們會有兵 兵容相見的事或什麼這些 可是總是兩岸氛圍 確實是有點不一樣 是 那以您看過了這麼多 尤其您這麼深之兩岸之間 包括各方的一些想法 您可以提出一些建言 就是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走 尤其兩大之間難為小 有很多人也講說 我們又不是願意要跟老美 怎麼樣 那老公一天到晚 請問打呼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 你會建議說 我們現在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步伐 往前走 其實我是覺得 我剛才前面已經講 就是我們所謂避險 第一個要避免 在中美這個戰略競爭裡面 太明顯了 就變成另一方 對付另外一方這個仇 因為現在你這個 包括你現在德國也好 很多國家他們都要試圖 要這個戰略自主 但是做到這點 當然坦白講不容易 因為有很多國家跟我們是一樣 他安全要靠美國 經濟他們要寄予大陸這個市場 所以 這是一個 要避免 避免變成他們一個籌碼 那麼第二點就是 我剛剛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不要把我們的問題變成 他們雙方內政的一個 一個可以運用 我剛剛特別強調 所以台灣現在 其實我們能夠做的 我個人覺得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 你 不能很明顯的 導向一邊 那 這是很糟糕 不好意思民進黨政府現在沒有做到這一點 那當然原因很多了 那 就是 跟大陸方面 你一直沒有來往 因為 過去從李登輝時代到陳水扁 現在 不要說馬英九 我們跟大陸一直都有聯繫 你包括 19 第三次台海危機的時候 你看張龍鋒他寫的書裡面有講到 對 當時我也在 當時在李總統裡 他跟大陸都有密使 嗯 雖然前面大雷 但都知道 都亞巴爛 這個 這個戰爭 這個邊緣遊戲 OK 那更不要提 這個 扁政府時代也有 嗯 你現在是完全沒有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完全沒有 你就完全靠一邊 你就完全要 美國 唯美馬首四瞻 嗯 對不對 那一旦美國他的政策改變 好 美國現在跟中國 開始 我假定 緩和了 表面上至少緩和的時候 你 那時候 你要怎麼辦 嗯 是不是 美國 他衝突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辦 嗯 那你只有完全就是 跟著美國來 你沒有辦法從另一方面 得到 其他的這個訊息 就從大陸這一方面 OK 這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 我個人覺得2024年 因為到蔡英文這個時候 我覺得來不及了 嗯 來不及了 那麼他只好一年 他要管他的選舉嘛 內部他的選舉 但2024年以後 無論如何 兩岸 不管誰當選 兩岸一定要維持對話 我也跟對岸講 嗯 你除非你已經準備打仗了 嗯 對不對 但目前看不出來 對 你目前對他們 會打仗 嗯 我想到2027年 他的整個軍事現代表 才完成 好 在此之前 除非你想孤注一指 嗯 否則的話 你不管台灣哪一個政黨上來 你都必須要維持這個對話 嗯 儘管是你的敵人 你也要維持對話 嗯 是不是 你過去重慶談判 那講毛 毛澤東不跟海盜重慶去跟蔡英文 對 這你要維持 啊 何況 台灣 不是所有人 都是主張像國民黨這樣 他有很多還是綠營的人 嗯 他還是有不同的看法 嗯 是不是 你不能光顧一部分人嘛 嗯 是不是 所以我說我說站著大陸的立場 那站著台灣人的立場也是一樣 嗯 很多事情我們其實可以做的 就是說 當然 你要有 備戰的準備 嗯 當然要有了 當然要有備戰的準備 好 可是 你要有備戰的思維 嗯 你要有備戰的思維 你不要一心就想衝衝衝 嗯 對不對 我們這個蘇院長嘛 衝衝衝 你要為自己留下一些後路 嗯 對不對 尤其作為一個領導人 當然啦 我剛剛講的說紙上談兵了 你問我紙上談兵了對不對 我也沒那麼重要 反正有時候 但是我覺得我 我 該講的就講 我知道了我就講 至於要不要採納 是你的事情 OK 呃其實趙老師剛才講到非常重要的一點 備戰的準備 備戰的準備 備戰的思維 對 其實對所有對台灣人來講的話 到底要怎麼樣去 面對兩岸關係 這是非常深層的一個課題 但不管怎麼樣 能夠備戰 那備戰 而能備戰 大概是最上要之道 OK